1.19版本也是终于更新出来了 那么这一视频就来说一下 我的世界1.19版本你绝对不知道的五个冷知识 第一个 最初远古守卫其实并不长这个样子 而是长这样 是一个又高又瘦的样子 但是官方认为这个生物并不可怕 所以又把生物设计成了这样 但设计完后官方又发现这个样子 对于我的世界这款游戏来说太过于恐怖 所以最终这个生物变成了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样子 第二个 如果你把游户守卫从最高的地方摔落下来 它仍然可以存活 但如果你从319格让它自由落体到滴水石柱上 那么它就会摔死 准确的说是被刺死 不得不说尖刺的伤害确实很高 3. 远古守卫虽然是难以杀死的生物 血量甚至比木影龙都要高 但是它并不是我的世界里血量最厚的生物 在我的世界机缘版里凋零的血量 仍然比远古守卫要高 4. 1.19版本新增了红树根 而这个红树根是可以框住水方块的 可以让水不流出来 甚至你可以在这个方块里养鱼 奇怪的观赏鱼缸又增加了 最后一个 1.19新版本里增加了新生物青蛙 青蛙这个生物的体型看着要比鸡大一些 但是它却可以进入一些非常细小的墙里 这是因为它的碰撞箱比较小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么细小的缝隙里 居然都可以放下一只青蛙 好那么这期视频也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一键三连 那么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